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开始清理各种协会 其中自画行业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个纵灾区 原因是某些高官退休以后 或者说某些高官的时候 人向他求一封莫保 就这位老先生的话 恐怕摆了地摊 两毛钱都没人要 但是有人愿意出20万 给我写一幅字 我愿意挂在我们家 您这是什么体 什么风格 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形怀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腐败的一个情况 所以前一段时间清理一下 但后来很多艺术家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能扩大化 他说我们很多像几乎每个大的城市 都有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每年毕业 很多很多的画家 无论是国画的 还有各种画风的 他们将来怎么生存 都说唱歌的还一天打完 有各种选秀节目 你说我们画画找谁选秀去 如果说我有画画 我画一幅画 我跟某某名家 跟范增比一比 然后我可以怎么着 没这机会 国内画家的生存 其实现在有人说 不了解的人说 说他们太幸福了 拿着工资 画了赚钱就赚钱 不赚钱拉倒 多合适啊 你看看美国的画家 您的画卖不出去 您得关门吧 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是 这个问题 说起来就是说表面看 就是说在中国的 很多 您刚才讲的绘画艺术领域当中 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表面看 它是一个 就是说好像是屋里看花了 那是 不在圈里 你搞不懂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刚才您讲拿工资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拿工资本身还是少数 可是我们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画院 画院那些画家们是职业画家 但是他们是拿工资的 是 在中国的话 因为它属于是跟艺术形态有关系 所以说有很多画院 包括有很多文化馆 艺术馆等等一系列的 有很多很多 它从上到下 甚至到街道都有 对 这一部分在整个绘画领域 它还是少数 这部分是少数人 还是少数人 就是拿工资的这部分人 还是少数人 那么如果说说你要有兴趣的话 你到宋庄去看看 太多的人还吃不上饭 真的是这样 很多画家还是在生存线上 对 太多 太多 是吧 对 这很正常 但是又有太多的人 刚才您讲的 他站在他自己的得力的位置 你比如说画院也好 研究院也好 你比如说包括各个专业团体 本身来讲的话 他就是拿着一份薪水 然后的话 这是不薄的薪水 对 然后他又可以去卖画 对 这一部分人的话 更多的说实在的 是跟他的地位有关系 他的地位确定了他的价值 这是在中国一个 跟美国不太一样的一个特点 你的地位 你是画院的某个领导 你是画院的一个人 你跟宋庄的一个画院一个画家 你所出来的作品 你所拿出来的价格 那就完全不同 地位决定价值 对 可是更多的来讲的话是什么 更多的 他实际是现在走到了另外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就是什么 就是当国内的某一些的 经济走到一定程度之后 那么人们要获取更大的利润 更大的利润 更大的利润以后 人们就把艺术品跟金融之间形成了一个链接 这样一来的话 他就达到了一个 让我们或者让西方人看了以后 更加奇怪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你的作品怎么可能在国际上 你这样的作品 你会达到一个 你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点上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很多的国内的艺术家的作品 你在国际上比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大家的话你都不低 或者港货还港货过于他们 这个是什么 就是一种金融就是说金融炒作的一个过程了 对 所以说但是西方这边的话它就不一样了 它是靠自己的作品来说话 你的作品刚才您讲的也是一样的 对 就是这个道理 你的作品好 受人欢迎 你就能够生存 你的作品不好 对不起 没人买 您关门吧 对 就是这样 你看那画廊经常是换主 对 所以说出现一个很好的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 相对底层的艺术家 在美国 相对底层的艺术家 上层的这些也是一样 基本差不太多了 但是相对底层的艺术家 他就需要什么 就要不停的改变 有道理 不停的改变 他得适应这些顾客的喜好 或者说大家的欣赏 对 那么你可以到什么 刚才我讲 你到Art Festival这些场所 你就可以看到最基础的这些艺术走向的这个线 你可以看什么样的人 作品卖得好 然后的话 你会发现过不了多久 画廊里面就会出现同类型的作品 然后的话 这个部分作品卖得很好 以后 紧接着 他要走上另外一个一点 因为总有一个饱和点 没错 有一个饱和点 这样他就逼着你这些艺术家 再怎么样 在不停的变化 就说你的创作 你永远有动力 对 永远有动力 这一点 其实这一点 在艺术创作也不光是绘画 其实包括一些音乐创作 音乐作品创作也同样 你没有新东西 你真的很难 当然了 对画家不公平在哪 有的时候 你看有些人可能就唱一首歌 他可能在所有音乐会就唱这首歌 他就可以能赚了那么多 不仅解决温饱问题 甚至可以发家致富 可是我们画家很难说 我就这一幅作品 一被别人收藏以后 你还马上就画下一幅作品 你不能说靠这一幅作品 我就可以赚了一辈的收入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能到李克冉富报 他们那个程度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中国国内 当然这也是一个极端的现象 毕竟这件事被爆出来了 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 成名的画家 他的画作都可以卖到几十万了 结果也不知道谁 哪位仁兄 结果在他的画室 拍了一组照片 还是做了一个video 就发现他在画中奎 这幅画的时候 他挂了十张纸 全是一样的画 他画脑袋 都在画脑袋 倒还好 他还没录到说 是让别人给的画 是他画 有点像工厂式的 生产式的 是他自己的画 不能叫说是别人代劳的 这没做假 但是大家说 我想要的就是你的唯一这幅画 你说你画一百张 那就没意义了 他就 就这种现象 因为很多人就大喊冤屈 所以这位作者的画作 从六十万 现在据说三四万都没人要了 这个 这是个成名的人 不管他在政治上 大家有些议论 但是他是个成名的人 他的画作也是无可挑剔的说 是上乘之作 是不是有炒作的意思 这是这样 您刚才说的话 作品几十万 几十万是一尺 一个平方尺 不是一幅画 不是一幅 是一个平方尺 对 一个平方尺 刚才我讲过 他这里面是这样 工厂画的制作 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的需求 是受欢迎 没有错 毫无疑问 是受欢迎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牵扯到一个 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点 在于哪里 在于就是说 太多太多的人 他不懂画 他所需求的什么 是名 就是需要这个人的名字 在这幅画上 就说这幅画是张三画的也没关系 只要打钱名就行 对 而且还有一个 我拿你的作品 并不一定是说我要收藏 对 我可能要送给张三李四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 很多人都是为了送礼 对 就跟当年炒作王菲的演唱会的门票一样 一样的 不是为了他去看 他说我花五千块钱看他 看一个妞唱歌 我疯了 对 所以说他变成一个畸形的产业链 一个畸形的产业链 所以说 刚才我讲 并不是我所收藏的人 我要买这样的作品 所以说他根本就不在乎 你这个作品到底是怎么样 我知道 即便我知道 你画了若干个同类型的东西 so what 无所谓 因为我买了以后 我是要送给张三 送给李四 我要从中的话得到更高的利益 没错 他变成这样一个状况 这里边的话 还是另外一个点 就是它跟艺术金融是有关系 直接关系 还是钱的问题 还是钱的问题 还是这应该说 这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现象 特别是现在 所以我记得我回国的时候有一点 他说你注意没有 中国现在是教授们忙着挣钱 是老板们忙着出书 他说这中国竟是那种倒着玩的现象 其实这个东西把艺术品已经当成了这种 为了以前说是个馈赠还可以理解 因为就像我认识原来在北京大家都知道荣宝斋 大家去荣宝斋的时候原来老的人跟我们聊天 他就说 他说我们荣宝斋的画别看甭管什么画都出不了这圈 赚来赚去 今天在你们家 明天在我们家 大家是把玩欣赏 今天在你们家欣赏个三五个月 明天跑他们家欣赏 大家借点钱的就是赚来赚去 让大家谁都能活 但是玩 我是把它归为己有 为达到我个人的目的 而且现在的这些 无论是作为实权者 还是有钱人 大家都愿意附庸风雅 现在人都喜欢附庸风雅 所以前一段吵一个市委书记唱歌 我心里说你这市委书记要的是政绩 他唱歌唱赛好有什么用 那你找一个歌唱家当市委书记不就完了 所以想想这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也但愿愿意相信 这是中国文化过程当中的 一个必然要走的一段路 以后会越来越健康 以后越来越会繁荣 有一点可以肯定 人们的生活水平低高 人们的艺术的需求 势必这种欲望会增加 欲望增加 势必带动艺术市场的繁荣 这是个必然的结果 但是如何让这个繁荣的艺术市场有规范 让穷人也买得起 富人也玩得过 这才是好的一层市场 我们休息一下